大家好,我是小刀,明天就要带我爸去奔赴战场了,我和我妈今天出来看看,然后买点啥,我爸住院的时候得用,得给他买个长袖的衬衣衬裤,最近这天也挺冷的,估计短袖穿不上了,人都过夏,你这过冬,买双拖鞋,然后再给他买条毛巾,住院嘛,你这些得带着呀,行,走吧,看看还有啥。 需要的,你去看看去,看看东方红最近的天都是这样的,就这种天吧,蘑菇也不长,野菜也没有了,赶快上哈尔滨,给我爸做,就是肠子里把细肉给擀了嘛,擀了之后回来休养一段时间,正好六月末的话,就该采灵芝了。上车饺子,下车面,对,你的饺子像样,老子来了,去,还有鸡爪。 要是夏天,二十来多在这吃,今天晚上坐车,这是之前我们家邻居那边的奶奶,自己家嘎的头茶韭菜,这韭菜老乡了,你不是不冷吗? 到六月份,到六月份了,天这么凉,六月份人还穿棉裤呢,马上走之前把新衣服新裤子换上啊。 知道啊,那还用你说。 今晚,上哈尔滨哈,特火车,孩子干啥,你就要听话,大家别带刺儿的,别扎人就行。 别扎人就行,听话啊,听话就行。 五天。 我也不知道去了几天,那晚上不得听医生的吗?正常的话,应该五天,也就回来了。 他这个快,要是能安排上住院,然后可能输两天夜,就让他回来了。 我当时还起来,还害怕,我爸到时候我陪伙不太好,没事,他这个不像你,你那时候是不能动,不能自理,他可以自理。 正好我也是,今天给我爸办完转院了,一边,然后住院就行了。 这都是林总之前补托给你的,我妈的最爱,一桌土豆的。 哎呀,你这要干啥呢? 打土豆酱,然后吃酸酱菜。 我把茬子。 出皮子,茬子。 还有锅子,都给你的。 哎呀,明天又该找罪了。 明天到了,还不得再见他一遍。 见他有得喝血药。 喝完血药又得找边罪。 大家吃大餐吧,本来让人吃不到大餐。 吃不着吗? 谁能吃到? 喝心药。 你这几天该辛苦了,要遭罪了。 遭罪了,遭罪了,遭罪了。 我还电影赶紧看好了,赶紧回来好。 没事人家小朋友,比我这个强,我这个大叔叔几天就回来了。 我没当回事。 你不害怕? 我怕啥? 你不害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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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装,我真不怕。 我都没当回事。 吓得尿裤都不害怕。 我教你说的,我大叔一说。 站起来给大家看看。 那天给人熟熟的,挺惊人。 看看。 走两步。 我看看。 回来就这样子。 回来当然不再这样子。 当然是,鸭板是人的,大不流行。 你看我给你买了一些鱼座,好吗? 。 吓得尿的。 都快点挤。 把门儿尝啊,这个在锁上。 你在家。 要我让你带回家。 我先把大豹炮放,大豹炮都好。 你俩不在家。 好好的,待着啊。 拜拜。 拜拜。 在家还怕吗? 怕啥呀? 哎呀,大毛子。 嗯。 大毛子有监控。 你好 你自己要老头子 哎呦 蛮像人 有姑娘我一般放心 口罩戴了吗 戴了 口罩呢 跟我爸出门最大的好处你看 就是有人背包 要跟我妈出门 活活都是我 人我爸说了 这一个小背包对他来说 根本不在话下 比背框轻多了 这是我们端红晚上9点钟的夜景 你看看就是几乎是没有什么人了 然后也没有什么店开门了 这是白天最繁华最热闹的一条街 除了饭馆有点人 对于我们这块的人来说 没有什么夜生活 没有 所以我们爷俩这就是属于走着过去 打去也没有 这个就是我们的东风红广场了 更是没有人 现在没有人了 这位老大带我超级闹 我俩一个下铺一个中铺 然后他总跟我抢 他想睡中铺 把好的让给你还怎么样 我不用 我妈出来都是让我妈睡下铺 你就睡这儿 我上那儿啊 人都说了让你听话 又去拿了三包药 然后给我爸清肠子 不过这次还好 我给他预约了一个无痛的 应该明天就可以做了 你看这老大睡的 浮浮的 我事都给你办完了 办完了 然后晚上就开始喝药 然后这个医生哈 那个麻醉屎每次就吓唬人 我是发现了 妈人是把就是万分之一的危险都告诉你 我妈那会做手术的时候 不就来啊 容易怎么怎么样 我感觉好像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似的 然后又在那边说你 那个如果打麻药的话 容易什么脑梗 心梗容易怎么地的 哎妈呀 他吓唬我 哎呦我天 他干干呢 不是一听这种话他不说吧 其实没啥 但是人家是对的 就是一定要告诉你嘛 危害性 这一告诉我 我就有点慌了在那 那不打麻药呢 那不打麻药 那你不疼吗 不遭罪吗 啥遭罪 我就给你打了个麻药 带我爸来 这次是本来是 我都在家已经办好转院了 然后从端红转到 这边的那个肿瘤医院 就一大三院 但是呢 没有想到来这边了 人家医生说 我爸这个不用住院 我之前多方打听 你听高阿姨说的 是不是也是他老公也住院了 他在北京 那也住院呢 我多方打听 人家都得住院 然后我爸这个一来 我说医生用不用住院 不用住 用不用打那个消炎汁 打点滴 医生说不用 他们打骑子 你就脸 我看了一下那个报告 就两个 两个鞋 人家都在那说花万八千的 我就在那准备这万八千的给你花了 不用那么多 明天早晚 后天再回家了 这一开始我都已经做好 我爸要住院的打算了 你看看 什么衬衣衬裤 脱鞋 脱鞋 袜子 大老远你就背这两层 背两层脱鞋来 你这从多头背过来 然后还得从哈尔滨再背回家去 背呗也没有你 这那啥小子呢 这不是老小子 下午带你咱吃点啥去哈 吃点软糊糊的 你不是还不吃了吗 晚上八点之后你就不能吃了 今天下午还能吃点 喝点粥 喝点啥 那次他自己应该给嘎掉了 就完事了 那任医生 我不知道啊 我没进去 然后咱也没经历过 这以后不就知道了吗 那任那次人不给你嘎呀 他问我了 我说嘎 他说是嘎 那次任医生问你嘎 是嘎一块做个切片 然后检查一下 看看是什么 不是说给你嘎掉的那个嘎 我估计是 那吸肉 妈呀 吸肉也有良性的 有恶性的呀 整个连肉都不想吃 不错了 给你夹了个蛋呢 酱糊 口水心 这个是超 哈哈 你就幻想着你吃的 不毛鸡丁 我的鸡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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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